中星网10月27日电,据俄媒报道,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一份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潜在制裁名单报道称,美国新制裁可能涉及对象包括俄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俄军总参情报总局。 据悉此外,名单上还有33家企业、集团和机构,包括俄国防出口公司、伊兹马什公司、卡拉什尼科夫集团、俄国家技术集团公司、米格公司、苏霍伊公司和图波列夫公司。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此前表示,该国国务卿蒂勒森批准了这份恶情报部门和国防工业综合体相关个人和组织名单,可能根据美国法律对他们实施制裁。 这是一份非公开文件,内容没有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签署了国会早前通过的扩大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的法案。 根据这份法案,美国政府应当在10月1日之前提供一份俄罗斯国防和情报领域应被制裁的个人和组织的名单。 美国务院制定的这份名单并不意味着制裁自动生效,而是建议针对名单上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 原文标题美对恶心制裁名单曝光设多家国防企业和情报机关。